接下來呢 要帶來的這首歌曲 欸 這麼剛好 要用油桶發有關係唷 欸 現場呢 今天在新竹火車站非常的開心 現場應該要由青島家的學家提供 古早館的比他們的出雲 學家五屆的老太家 落的問三號 那接下來呢 帶來的這首歌曲呢 它的名字叫做 五月雪 大家知道五月雪是什麼嗎 油桶花 是嗎 欸 抽 客家話的抽就是 對 這非常特別齁 每次呢 我跟非客家人呢 或是聽不懂客家話的朋友呢 就 他問我說是不是啊 我說抽 然後他以為我說錯了 其實呢 客家話的對呢 就是錯 錯翻成客家話是抽 就是非常的特別的一個地方 那因為呢 佩如知道呢 現場呢 很多都聽不懂客家話的朋友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今天呢 就來學幾句 客家話 那像剛剛佩如唱的這首歌曲呢 大家應該知道 油桶花的客家話怎麼說了吧 蛤 沒有聲音 那我來唸一次好了 油桶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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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一起講一次好不好 唉唷 這個 這位大哥 費活量很足夠喔 沒有錯齁 那油桶花的客家話呢 就叫做 油桶花 那 是就是抽 那不是呢 就是 嗯 抽 好 那接下來帶來這首歌曲呢 歌名就叫做 五月雪 希望大家會喜歡 哇 聽到前奏就好像來到了一片油桶花海 旁邊 陳佩洪 我唱的歌曲呢 我唱的歌曲呢 可以唱的歌曲呢 我唱的歌曲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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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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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曲 李宗盛